明人天皇夫婦坐車一抵達 大批日本民眾拿起手機 拍下珍貴畫面 因為這是明人抗力退位前 最後一次到祭祀皇室祖先的 一世神功參拜 禀告退位事宜 在位期間最後一次下鄉 沿途超過六萬人熱情迎接 格外引人注目 明人天皇一九八九年一月登基 從此開啟平成年代 是日本近代 第一個沒有戰爭的和平時期 也許因為幼石曾在戰爭中度過 他坐上大位後始終不遺餘力 致力修捕戰爭傷痕 提倡國家和平 ここに過去を変えにみ 深い反省とともに 今後戦争の参加が 再び繰り返されることを切に願い 根据日媒進行的調查發現 有多達七成的日本民眾 定義平成是個美好年代 私たちは平成的年代 適度の年代 不過30年來 這座島嶼不全然順遂 人民面臨許多嚴峻挑戰 除了90年代泡沫經濟之外 最慘重的莫過於 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 東日本大地震 現在地震撼在地震撼 通行はもう使いません 当時強烈地牛翻身 引發海嘯 導致福島核能電廠輻射外泄 對日本全国的影響 持續至今仍未平息 民人天皇以及皇后美智子 第一時間前往災區訪市 画面中天皇双膝跪地 傾聽災民心聲 不同於以往 高高在上的天皇形象 與民同苦 獲得人民一致好評 然而名人天皇 每年都有大量公務 祭祀活動 以及國外訪問行程 在位期間 甚至造訪日本全國 47個都道府縣 兩輪以上 繁瑣工作加上年事已高 讓他萌生生前退位的想法 也是皇室200年以來 守衛身前退位的天皇 二次大戰過後 皇室面臨危機 天皇虛偽化 名人成了守衛象徵性天皇 他不斷摸索自己的角色定位 成功為天皇開創新的 面貌 從5月1號開始 平成即將走入歷史 宣告日本進入新的時代 新天皇是否能延續 符合時代的形象 帶領日本 民眾都引頸期盼